这里是三分钟历史 每天用三分钟揭秘一段陈锋的历史 明朝建立初期 蒙元氏力望想卷土重来 大明军队在数次北伐后才将其赶回草原 此后大明王朝一直采取分化打压政策 让蒙古内部四分五裂 久久不能统一 不过最后却在一位女子的努力下 实现了元朝灭亡后的唯一一次大一统 这位蒙古女子名叫满都海 满都海出生于明镇统13年 自幼习武 军事才能也颇为出众 由于满都海出生于汪古部 而汪古部又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世代姻亲 所以他14岁时 他的父亲就把他嫁给了大他22岁的蒙古大汗满都鲁威侧氏 婚后他为满都鲁大汗生了两个女儿 但可惜的是 小女儿诞生不久后满都鲁就去世了 按照草原风俗 新任大汗可以继承老大汗留下的任何遗产 当然 也包括他所有的妻妾 由于满都鲁大汗无子 所以无论谁做了大汗 都可以娶前任大汗的妻妾 按照程序呢 应当事先推举出新的大汗 但是当时想要坐上大汗宝座的人太多了 可他们呢 却也都不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 所以他们都不具备做新任大汗的条件 可是只要他们娶了满都海 就完全可以继承老大汗的所有遗产 就在众人真的头破血流的时候 满都海却决定下嫁给波罗呼留下的孤儿 巴图蒙克 巴图蒙克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人 可是让人震惊的是 巴图蒙克当时只有七岁 他们二人不仅有25岁的年龄差距 从辈分上算 满都海还是巴图蒙克的曾叔祖母 其实当时满都海下嫁给一个七岁孩子 看似荒唐至极 但却也是无奈之举 下嫁巴图蒙克既符合了非黄金家族 不得继承韩位的规定 又可以让各方势力放松警惕 随后满都海证实服力巴图蒙克为大汗 号达燕汗 但因大汗年幼 所以财政大权就落在了满都海的身上 之后满都海就带着巴图蒙克四处征战 消灭仇敌 也为达燕汗统一蒙古的大业打下了基础 1487年 16岁的达燕汗从此开始清正 20多年后达燕汗最终一统蒙古草原 可以说 如果没有满都海的努力 达燕汗统一蒙古简直是天方夜谭 然而 就在满都海为达燕汗生下八个子女后 他的名字就在蒙古史书上消失了 他后来的故事以及具体的去世时间 史书上也没有任何记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击右下角关注我们 咱们下期再见